本周共有电影《棉花糖》和《云朵妈妈一》 《宝贝新计划》 《夺宝奇兵5》 《命运转盘》等9部新片上映 在排片占比方面 上周上映的《消失的它》 已超50%的排片占比 稳居周末排片榜榜首 点映的《八角龙中》位居第二 马上进入周末市场分析 电影《消失的它》 自上周上映以来 热度依旧不减 本周末排片占比 更是高达50%以上 截至目前 影片累积票房已突破15亿 挡破中国影史 《悬疑片》暑期档票房记录 并超过动画电影 《雄出莫伴我雄心》 位居2023年电影票房榜第三名 由王宝强自导自演的电影 《八角龙中》 将于7月6号上映 影片已开启大规模点映 本周末排片占比 在15%左右 影片所传递的 生如野草不屈不挠的精神 引起不少观众共鸣 目前影片点映票房 及预售总票房 已突破一元大关 妻子 给老子把妻子挡出来 本周末上映的 《独宝骑兵舞》 《命运转盘》 《棉花糖》和《云朵妈妈一》 《宝贝新计划》等 9部芯片 虽然总体排片占比 不足10% 但类型丰富 也为观众带来 更多的观影选择 《宝贝新计划》